针对弱势族群发放物资 而这一次的物资数量 突破有史以来最多 高达900多箱 三支区公所趁着新鲜赶紧发放 也希望借此能够抛钻引玉 呼吁更多的社会企业来关心弱势族群 天气转良还下着于三支区的在地牧原业者 也发挥在地企业的责任 再度针对弱势族群发放物资 不过以往五六百份就已经相当多 这次更是有史以来捐赠最多份的一次 共有900多箱的柴米油盐物资 如此一来公所分配时 也可以纳入更多的弱势族群 让更多需要帮助的民众来收回 那这次我们非常感谢 也是在我们新美市三支区的辖区 里面的北海胡作 那因为是从阳尽劳的一种活动 那这次他就把这些900多盒的 一个综合的一个礼盒 那赠送到我们来到三支区公所 那我们这次就针对我们低收 中低 那中老还有儿少的这些的对象 那我们这次就发放给他这次的礼品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 他们了解说 那我们这些的殡葬设施 那一个慈善团体 他能够加会于我们地方 那我们也希望说在这个 忙着秋冬的季节里面 大家能够感受这一丝丝的一个温暖 三支区长相当感谢地方的牧原业者 长期以来对于食物银行的充实 让三支公所几乎每个月都有物资 可以发放帮助地方的弱势 照顾生活最基本的食物需求 另外近几次也都会邀请生活环境 比较不好的阿姨前来资源回收 为此支收的阿姨也表达满满的感谢 三支公所期待透过企业的送暖 让这份爱与温暖再广播一些 虽然支收的纸箱重量不算太多 不过还是期待这些回收纸箱 能够发挥更多的爱 而公所也期待即将入冬 能够借由抛砖引玉 引发更多企业对于弱势的重视 让这个湿气满满的冬天温暖起来 记者拉平函三支采访报道